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高线公园的建成和哈德逊庭院的开发 让曼哈顿Chelsea成为纽约最有地产竞争力的地区 而Chelsea最有代表性的市场要属Chelsea Market 随着高线公园越来越高的人气 仅邻高线公园的Chelsea Market也成为了纽约客必到的景点之一 今天的纽约市场系列我们就来领略Chelsea市场的独特魅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Chelsea Market已经成为了游客来纽约必要参观的景点之一 这里不只有好吃的 好玩的 还有许多精品小店 现在我就带大家去看一看吧 新鲜出炉的龙虾 五彩缤纷的糕点 精致时尚的小店 都聚集在这个原本由饼干加工厂改进而来的室内市集 来纽约 要是没来Chelsea Market 那你就out啦 去而其市场里面有超过35家商店和餐厅 每一家都是各局特色 在这里待上一整天 都不会让你感到沉闷 更不会让你感到饥饿 说到吃的 不得不提到Chelsea Market里的甜点 可以说是享誉曼哈顿 透过这些小玻璃橱窗 看着这些可爱精致的糕点 就能让你感到甜甜的幸福感 这个店面梦幻的装修风格 很快地把我的目光吸引了过去 这里面是新的小玻璃市 中央市场 我们是一个可爱的和可爱的店 和可爱的店 完全是链菇 所以有没有链菇或棉花在任何的我们的品牌 这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学校园里面 大部分来过Chelsea Market的人 都对里面的海鲜市场赞不缺口 和大部分海鲜市场不同的是 一走进去 你会发现 里面完全没有一丁点的鱼腥味 甚至还带有一丝丝甜甜的味道 我们有很多海鲜的海鲜 我们保持所有海鲜的海鲜 这就是为客人 为健康 我们在强调商店里 从那里买了 每天我们都买了 一直在忙 The lobster place 可以说是Chelsea Market的一大量点了 里面的龙虾新鲜美味 虽然连座位都没有 还是不影响游客们大牌长龙 站着不要体验一下好尘曼哈顿 又美味又便宜的龙虾大餐 We're from Mobile, Alabama And we booked a food tour And so we just kind of found our way here And we're just milling around through here It's amazing Oh the soups are incredible They got lip lobster bisque in New England Look at the lobsters Whoo! Have mercy! That's good eating 这个市场看上去东西都好新鲜啊 对,很有食欲 整个市场也不错啊 好像琳朗满目的 除了吃的 Chelsea Market里大大小小的超市 琳朗满目的精致商品 也是吸引游客的地方 在这里淘宝 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I'm David Porat And I opened this place about 18 years ago And basically what we do here We import baskets from China We import a lot of specialty food from England And from a little bit from France A little bit from South Africa We sell it wholesale We sell it online in our gift baskets And we have a store that we sell it in our store And in addition we sell a lot of other products That are some of them are local And some of them are interesting And some of them are funny And hopefully many of them taste very good And so that is a little bit what Chelsea Market Baskets is about In my mind in this especially in New York City You're always looking for nice ways to store things And so whether you put magazines Or whether you put things you want to keep The lid which is a little bit more expensive To bring it in with a lid But it adds utility to the storage of the baskets Tracy Market Baskets 还带动了附近的地产价值 许多商家都搬进原本荒芜的曼哈顿西区 就连IT巨头Google也不惜于力地勾下了 Tracy Market正对面的大楼 这里的地产价值也随着越来越旺的人气 持续地攀升中 Tracy Market是一座原本荒废的建筑 但经过重新的改造利用后 不仅没有被拆除 反而焕发出新的生机 在纽约有许多这样的例子 比如上西城的赫石屋建筑 它厚重的历史感和独特的建筑风格 不仅被保留了下来 还成为许多纽约客的罪案 下面我们就带大家前往曼哈顿的上西城 了解这个新宇宙 动感与宁静相结合的社区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安家纽约节目 曼哈顿岛以多元的文化色彩 和不同的区域特色 被分为几十个生活社区 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曼哈顿的上西城 了解这里的居住环境 人文风情以及地产 投资前景 上西城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它西边坐拥哈德逊河的水岸风光 东边迎向四季变化的中央公园美景 在它的最南端有林肯艺术表演中心 北端有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北边还有常春藤名校哥伦比亚大学 因此上西城有着非常浓厚的文化艺术气息 说起曼哈顿上西城的范围 大致为59届以北 中央公园以西 哈德逊河以东的区段 北边界线则因近几年 哥伦比亚大学临近区域的发展 以及治安的改善 由110届延展至125届 与下城的喧闹 中城的忙碌相比 曼哈顿上西城显得更为从容宁静 但又充满活力 实际上在150多年前 上西城还是一副郊外的景象 到19世纪中期 大批欧洲移民迁入上西城 这里才开始有了商业活动 19世纪末期 曼哈顿第一批的大型公寓楼 在上西城建设 1890年代 哥伦比亚大学迁路 提升了该区的文化气息 1904年 纽约第一条地铁线启用 才把上西城 由一片隔离的乡村 变成都市的一部分 从1966年开始 纽约市政府将原先一大片的贫民窟 改造成艺术殿堂林肯中心之后 上西城的样貌和品味 变大大的改观 到上世纪70年代 陆续有作家 艺术家 名人雅士 移居到此 越来越多的书店 餐厅 咖啡馆 酒吧 纷纷开张 这里渐渐形成了一个 人文气息浓厚的生活区 上西城最著名的大道 便是紧邻着中央公园的 Central Park West 在这条大道上 拥有着最著名的几栋 纽约的建筑大楼 其中一栋 便是72阶中央公园西 名为Dakota的大楼 这是纽约第一栋 豪华公寓大楼 Dakota是纽约一个 颇具传奇色彩的公寓楼 在1881年新进的时候 由于上西城还属于荒凉区域 因此便以美国中西部 偏远州Dakota来命名 它由当时著名的设计师 亨利·哈登堡设计 这栋石层建筑 从空中看是正方形 中间是一个庭院 有着典型的建筑 欧洲文艺父亲时期的风格 对当时曼哈顿的上流社会来说 居住在这里就是一个时尚 Dakota是纽约第一栋合作公寓 它的成功使得曼哈顿 开始大量的兴建 大型公寓了 Dakota是纽约最神秘的co-op之一 这里居住过许多多的名人 这里居住过许许多多的名人 像披头四的主唱 John Lennon 还有顶级钢琴品牌斯坦威的创始人 Henry Steinway 都是第一批的住户 此外还有很多很多的演员 名流 金融家都住在这边 Dakota以极难入住而闻名 因为是co-op 管理委员会可以否决任何人的居住 像歌星Madonna 歌星Share 还有著名的作曲家Billy Joe 都曾经被巨竹入住这一段大楼 约翰列农和他的太太小野杨子 从1973年便开始居住在这里 发生在Dakota最轰动的新闻 是在1980年12月8日 约翰列农被他的一位粉丝 枪杀于Dakota的南门 如今在这栋公寓的对面 中央公园专门开辟了一处原地 纪念列农 就在同一条街上 我身后这栋非常气派的大楼 15 Central Park West 也同样非常值得介绍 这个公寓被公认为纽约历来 最最成功的condo 位于中央公园西61街和62街街口的 15号中央公园南 是由纽约最老牌的地产开发商 Zegendorf家族 于2007年兴建的 当年他们花了4亿美元 买下了这栋楼的钱生 著名的五月花酒店 之后他们又花了1700万元 赶走了一位酒店的老住客 这一地产事件在当时轰动一时 这座公寓楼以古典的花岗岩外观 现代化的设施 以及宽敞的楼层设计 成为当时纽约最奢华且昂贵的住宅楼 总共202套的公寓 在2005年首度上市后 很快就销售已空 这座公寓在2005年新建之初 就获得众多文艺明星 和金融富豪的青睐 它的买家非富极贵 包括高盛首席执行官 还有音乐人Steam 以及非常著名的演员 Danzel Washington 也有很多很多的著名的华人 住在这边 他的房价 现在还在不赚的刷新记录 要说这栋大楼最轰动的事件 便是今年1月 俄罗斯的亿万富豪 雷波诺涅夫 耗资8800万美元 为21岁的女儿 购入这栋大楼的顶层公寓 这是迄今为止 纽约出售的价格最为昂贵的公寓 持价超过了1.3万美元 2.3万美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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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业主假如说有这样租客在房子里面的话 他就需要很多的时间精力 还可能要花很多很多的钱 把他们清除 所以对新的投资者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优点 这栋楼是属于上溪城历史保护区 所以很多的时候你的外墙 跟里面的东西都不可以随便乱动 都要经过政府批准 所以业主现在已经去了市政府申请了一个计划 所以等投资者在交接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把外面外墙跟内装修 全部已经批准的那个计划拿过来 那个计划包括我们做了一个stoop 就是从街边可以往上走回家走到二楼 然后呢也有一个电梯 里面大概有五六个的睡房 还有五六个的洗手间 然后二楼会造一个很大的露台 所以我觉得投资者会享受 所有这一些现在的业主 已经提供了很多additional的服务 由于赫石屋数量有限 许多人把赫石屋作为投资和收藏的目标 对大多数购买者来说 上西城除了赫石屋以外 还有不少现代风格的公寓楼可供选择 这些公寓有战后新建的 也有近几年开发的全新楼盘 价格从几十万到上百万 可供选择的余地很大 尤其在2008年之后 在靠近哈德逊河一侧 一批全新的公寓楼群建起 受到了买家和投资人的青睐 上西城在它的最西边Riverside Boulevard 从72街到59街 这些年来建起了好几栋豪华现代化的大楼 它的开发商有Donald Trump 有X-Style的Gary Barnett 这些的大楼一般都有Doorman 也有Concierge 还有各种各样的会所 有游泳池 还有停车场 所以深受那些比较喜爱 现代化设施的消费者的青睐 上西城和全纽约一样 房价自2012年开始回升 至今涨了大约10%到15% 最受欢迎的房型为两卧两玉 有门位与电梯的公寓 面积从800到1200平方尺步的 上西城的房价 又以60街到80多街价格最贵 90街以北的价格相对较低 近几年因为房价上升 96街以北成为西边少数房价 较为便宜的地段之一 购房者为了寻找售价合理的住房 渐渐地往北拓展 于是这便曾经是曼哈顿 最多流浪汉聚集的区域 逐渐发展成适合居住的社区 这里的治安也逐渐地改善 商店 餐厅纷纷进住 尤其哥伦比亚大学附近 110街到116街之间 近年来餐厅超市一家家的开张 驱动了当地的地产市场 上西城作为曼哈顿一个成熟的社区 完美结合了动与静的生活形态 无论喜欢公园或隔边运动 还是喜欢文艺表演 都能够在这里获得满足 好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安家纽约 我们下期再会 银行贷款背剧 难道就和喜爱的房子失之交臂了吗 还有什么途径能够获得贷款 私人贷款究竟是不是高利贷 屋主贷款有何利弊 买方他自己本身信用不好啦 或者他不能够提供足够的收入证明 在这种情况下 买方他就可能会想要寻求 屋主贷款这种方式 下期安家纽约 嘉宾为您解析 如何通过屋主贷款买到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